我覺得他跟他的小學同學的故事 其實可以發展成一個短編的故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能會把它寫出來喔 然後他也聽到一些 就是在學校 但是小時候就已經開始讀書了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養成 讀書習慣的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其實他剛剛也 兩位講者也有分享到 拔老師的一些作品 那其實我比較想知道就是 因為拔老師的小說 真的是太多太厲害了 那其實你們去 因為透過那個一把青的這個電視劇 那我知道導演跟老師也有很多的 就是私底下有一些互動跟關係 然後宇航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原來他接發了一把青的電視劇 可是都沒有正式的 跟白老師有見過面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 電視劇都太開拍了 那導演跟演員 應該都會跟白老師有個見面 的互動 大家去談談 那這個劇要怎麼去拍 或怎麼樣 那要不然就是 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 白老師他真實的性格 跟他寫作上面是不是有不一樣呢 因為我們平常讀者 可能真的是很難去碰到 就是大師級的作家 跟他互動比較小的啊 其實我想真的跟白老師一個孽緣嘛 就是從念此開始是一個孽緣 那事實上對很奇特的一個 的這種緣分 就像我講的我從小不唸書 不看書 然後突然有天有一本書 然後出現在你眼前 就是第一本書就是 小說就是台北人 然後 後來我進到這個產業 然後 然後 有一天那個 公共電視希望我要做一部 連續劇 然後我就跟他們提出 因為我沒有看幾本書 就說那我想看你 然後他們又嚇壞人 覺得說你怎麼神經病啊 把一個統治的議題拿到電視上播 然後 然後我想說 爸爸你不想拍也算了 因為 然後 隔兩天 那個事情的隔兩天 就是我的生日 那天是我38歲生日 然後我就帶了一本書 我就躲到一個咖啡廳 我想說我不要見任何人 我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在哪裡 我想一個人靜靜看完 享受過我的自己生日 然後那天看完就是那種 夕陽西下 然後 那個玻璃窗外面 特別燦爛的夕陽 然後 看向外面的夕陽 合上書 竟然在那個玻璃窗上頭 印了一張臉 就是白老師 然後他 後面的夕陽 在他的背後 都是萬丈光芒的 白老師 還好是真人嗎 我回頭一看 他就坐在我旁邊桌 然後 其實我跟他完全不認識 我完全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然後 然後我就走過去跟白老師講說 我是誰 然後 我本來想要開一個孽子 可是工芸是聚聚的 然後 白老師那天是在等人 然後他就說 他也覺得該是時候 然後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三天後 我們通時間 通地點 我們通一次來聊聊 因為他今天在等人 然後三天後 我就不準時赴約 同樣的地方 同樣的位置 然後 坐下來 不到半個小時 白老師就說 你再回去跟他們說服看看 跟工芸樂師 也就是說他 授權給我了 把這樣一部 電子這樣一個 改編的權力 就很快 就給我了 那其實我那時候 有點受寵的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在這個產業 剛開始 然後 可是經過了一個很 就是跟白老師合作很久之後 我才 就這樣問他說 白老師你那一天 我們第一次通運的時候 你怎麼會那麼斬兵截鐵 說 三天後 同時也同地兵 然後再碰 那種感覺像那種 五次要決鬥 就是要一絕生死 然後三天後 通時間通地點 在某個山頭相遇這樣子 白老師跟我講說 其實 就是用那三天 開始去打聽我這個人 到底這個人 會不會把他的作品給過 可是得到的訊息 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就這樣開始 然後 我就回過頭去登工電視 說服 然後 其實 我就用三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聶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是公務電視 然後第三個就是 為什麼是白先生 然後大概就是 我打了一張A4的字 就是為什麼是 第一個是 為什麼是公務電視 我說其實 同志的議題 在全世界 已經變成是一個 大家關注的議題 那一個公務電視 一個台灣的公家的一個公共電視台 你更應該去關注這樣的主權 它已經變成是世界性的很多紀錄片 很多電影 所以應該是由你來開始 台灣就是公務電視 所以第一個 為什麼是你 為什麼是公務電視 然後第二個是 為什麼是聶子 所以聶子呢 其實是 一個同志的一個講說 最具代表性的講說 而且 它其實已經被翻譯成 各國的翻譯小說 所以它其實是有很高的知名度跟評價 那 而且它就是一個長片 你現在要拍一個連續劇 當然 是最好的一個文本 那第三個就是 為什麼是白先生 我說 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結束的時候 香港 他做了一個華文文學做教的排行榜 百大的排行榜 那白老師是在第七位 那前六位就是 就是魯迅啊 錢宗書啊 張艾寧啊 沈崇文啊 什麼這些人 那我說這些人都不是台灣人 而且這些人都掛了 那 第七個這個還活著 而且他又是台灣作家 我為什麼不拍他 那 說真的我後來後悔 我後來後悔 因為白老師其實很難採 我後來覺得我應該拍什麼 不應該拍 不應該拍這個活 就是 他很 很很很很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 講求細節 然後非常嚴謹 然後精妙細作 他永遠不知道拍片的痛苦 他永遠不怕跡歸 所以我剛開始拍 拍電子的時候 我常常做做夢 我常常做夢做 我下輩子 我是作家他是導演 就是我詛咒他下輩子當導演 就是我常常會做這種夢 夢境裡頭 那 因為他永遠不知道 其實拍電子 你 信裡 一寫 然後搞死一群人 你知道 我覺得不只搞死人 你知道搞死 搞死一堆殘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拍例子的時候 在新公園拍 你 你 你